大家好,我是小杨 最近呢,有人让我帮看衣服的比较多 有些可能是他还没买的 店里面的或者拍照片的 有些可能是他已经买了的 所以说今天特意拍这个视频来说明一下 主要就是说明一下两个步子 第一个步就是我们不帮别人看衣服的 如果你问我一些披草知识 有时候我有时间的话可能会回答你 或者你去看我视频也可以 但是针对具体某件衣服 不管这件衣服你是买的 属于店家的或者商家的 还是你自己已经买过来了的 我们都不看了 因为这主要是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我们帮你看的这个结果 没有任何的法律效应 不能说我给你看的假的 你就跟人家说这就是假的 这不成立的 你要成立的话 一定要去正规的检测机构检测 拿到检测报告 才能够真正的法律效应 你去打官司的话 靠口头是没有用的 第二点就是帮别人看衣服会引起纠纷 一般做过生意的 或者说是上了年纪的 一般都明白这一点 小年轻可能不理解 说看这个衣服怎么了 这会引起很大纠纷的 以前我们去出去卖衣服 在皮革层里面就引起过纠纷 这家店帮另一家店看衣服 结果说这个皮怎么好 怎么不好 结果另一家店找他们 拿两家打架了 真的很严重的这个问题 所以说你买衣服 如果你没买了 你相信大家就去买 不相信大家就不要去买了 不用看的 如果你买了 那么买到就是赚到 不需要再问这个衣服 值不值什么多少钱 我就说是这件衣服 真的假的 对吧 这一幕又会引起纠纷 所以说我们一般是不会帮人看衣服的 有人会觉得看一个衣服 人家又不知道 这个不好说的 对吧 海宁就这么巴掌那里的地方 做皮衣皮肠的就这些人 一问就知道 这是谁谁谁 这是谁家帮看的 对吧 很容易知道的 不是说 很大很大的地方 做皮肠皮肠上这个行业的就那么些人 比如说你买了一件衣服水雕是短衣毛的 我告诉你 这个是短衣的 如果人家是当短二卖给你的 你去找人家麻烦 人家不来找我麻烦 对吧 这个东西很难说的 所以说我们不帮别人家看衣服的 继续针对到某件衣服 我们都是不看的 无论你是买过我衣服的 还是没买过的 不论你是买过我多少件衣服的 我们都是不帮看别人家的衣服的 只能够跟你说一下一些知识 但是不能继续针对到某件衣服去看 说这件衣服好还是不好 值多少钱 这个都是不看的 这个尽情谅解 没有办法 这个不帮别人家看衣服 这是行规 一个不成文的规定 一般做我们披扫这行的 都是不会去帮别人看衣服的 第二个步就是 不要问我就是那种 某某家的衣服怎么样 比如说某品牌的衣服怎么样 这个我们不知道的 我们做皮衣都是自己家 做自己家的货 同行都是免禁的 一般像皮革成那些批发的地方 都会贴了一张同行免禁 面赤不雅 就是如果你跟他做的是 一样的货的话 不要进他家去看 所以说某某家的货怎么样 某某家的货怎么样 我们不知道的 我们只知道这个皮质量怎么样 这个衣服自己的质量怎么样 我们自己家的衣服 是什么品质的 自己家做自己家的 不契合别人家的比较 包括价格品质 这种比较比较比较没有意思的 有些家可能他特别喜欢做低端的 有些家可能特别喜欢做高端的 做一直做高端的 对做低端没有兴趣的 而且他的客户都是高端的 你做低端也不好卖 一直做低端的 他你做高端的你也卖不出去 因为客户群体不一样的 所以说不要问我某某家衣服怎么样 或者说别人家衣服合不合适 适不适合去买 这种我们不知道的 我们只做自己家的货 好了 今天就是我要说明的 以上两个步子 希望大家谅解 这个没有办法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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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